最新的青龍珠景品超人計畫系列 霧吉塔 超市 整個風格 這種潑墨風格一直沿用下去 帶立板 內容物 上下半身 插銷 地台 尾巴 青龍珠GT超市霧吉塔 哇這一隻 目前看起來表現得也算還不差 首先最重要的頭雕部分 頭雕部分的臉部表情 相當相當的到位 眉毛跟頭髮的塗裝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頭髮塗裝上面有用了一些這種 黑色的陰影漸層感 臉部的兩側的膚色也有上一些微微的 但不會過於的 重所以 你沒有非常仔細看的話 你會覺得 稍微淡了一點 整個頭髮的做工 髮術感非常粗 裡面布滿了髮絲紋之外 水準都 非常之高 做工 塗裝 細節 全部都有到位 身上的皮毛部分 這邊 輕而易 意見的可以看得到 他臉這種肌肉線條皮毛部分 這肌肉線條也有加深的這種 黑色的線條感 護手腕的地方 拳頭 胸肌 做的算是非常的飽滿 腹肌也是 整個皮毛 做的 黑色真的算蠻好看的 那 這一個 背心的部分 兩邊的牛角 處理的方式 都是 在水準之內 無論做工跟塗裝 還有後面黑色背心的部分 中間腰帶的地方 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蠻鮮豔的一個藍色 然後做成一個 飄逸式的感覺 然後運用了皺褶感 重點的是這一隻的 下半身褲子的部分 他 竟然 跟他盒子一樣 用了一個類似像這種 潑墨的設計 所以他就是有這一種 很像墨水的這種一點一點的樣貌 再加上他這個 皺褶感 所以 這個角度看起來會 算蠻有立體感的 真的是還不錯 鞋子就是 呈現一種 霧黑的感覺 然後上面 藍色的地方 做工 真的目前為止看過來都還不錯 他後面這邊 全部給我用到一個塗裝 尾巴的部分 也是用一個漸層 所以 都可以看得出來 有些的地方比較黑 一定要用底座才能 站立起來 做一個空中的這種 戰鬥的 動作表現 然而 他的插銷有兩邊 第一邊就是下面這邊 跟連接 這一隻 後面的地方 第二個是 腳底的這裡 所以都建議 上上凡士林 你會比較好 做一個組裝的動作 他整體的高度 量到 頭的最高高度約在20公分 做一個部份 做一個部份 有個部份 做一個部份 在旅程中 的 做一個部份 做一個部份 整體瓶架,六顆星 整體瓶架六顆星,這隻其實做的算是 蠻有水準的 整體的表現都相當不錯 除了塗裝還有 做工方面 幾乎 都把這隻超市的霧吉塔做得非常非常好看 然後他這個戰鬥的姿勢 我個人覺得也算還蠻帥氣的 那地台也是比較小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地台殺手 那如果你是喜歡這種合體戰士的 不妨 你可以考慮看看要不要入手這一隻 我個人是還蠻推薦的 因為整體其實 怎麼看你都會覺得非常非常帥的一隻超市武吉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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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攻擊 對 每次的影片 超市人